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票里面的趋势的这么一个话题 好 我们打开本节PPT的首页 谈到趋势的时候呢 我们得说一个人 这个人是美国的查尔斯埃赤道 生于1851年 始于1902年 那么关于他的这个资料不多 就是关于他真实的大量的生活照片呀 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简介是比较少的 因为年代九月啊 但是他对于我们世界的股市的贡献 是非常大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名的指数是道琼斯指数 那么道琼斯指数其中这个道啊 就是以查尔斯埃赤道这个名字作为这个命名的指数 我们后来现在传道至今的一些主流媒体啊 像这个华尔街日报啊 这个等等我们所谓看的其他一些指数啊 那么这个查尔斯埃赤道呢 也是创始人和首位编辑啊 最早的时候查尔斯埃赤道是因为新闻记者啊 那么受了这个波尔斯的指导 那么后来呢 这个对股市啊 本身有着这个先天性的一些 这个敏感的经验和嗅觉啊 那么做出了很多 这个重要的这个文章 那么它是我们后来所有的这个技术分析 呃研究的作为一个范本啊 所以我们讲查尔斯埃赤道是作为这个技术分析的鼻祖存在的 呃 包括像我们下面给大家去罗列了一些书籍啊 那么这些书籍是在整个我们华尔街 从这个呃 原来到现在啊 甚至未来啊 都有着这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呃 像我们大家熟悉的第一个这个江啊 呃 那么他的呃 虽然讲的是时空 但很多的这个原则其实还是 继承了这个查尔斯埃之道 呃 基本上在同一个大的时期啊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埃略特啊 我们大家都学过他的波浪理论啊 那么其中的一个波浪理论其实也是对 趋势的一个新的注解 延伸啊 那么后来呢 这个比尔威廉姆所开创的这个洪洞操作鞋 所谓的这个蝴蝶效力啊 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新的开创的领域 他也是中行了这个呃 所谓的查尔斯埃之道的理由啊 那么包括这几年啊 我们这个从国外引进来了这个海归交易啊 那么作为发明人丹尼斯从这个上世纪呃七八十年代 呃 有了这套交易以后啊 经过他的这个训练 他的学员啊 包括他本人啊 我们都取得了辉煌的这个成就啊 呃 啊我们新有一个产品叫海归交易软件啊 叫赢者神归啊 那么这个主要他的理论就是这个海归交易 那么海归交易实际上呃 我们读过他的 或者说我们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能够看出来 那么其中丹尼斯继承了大量的这个 所谓的道士雷路啊 包括那一年我们引进来这个美国的 呃 所谓就我们中国媒体啊 给这个呃 迪马克 起了一个外号啊 叫这个预言地啊 那么这个绰号呢 就是主要讲这个迪马克对股市的一些预测 可谓金种 那么其中他讲的这个TT序列 还是在这个道士雷路的基础之上 那所以说我们讲现在我们 学习技术分析的人啊 那么都是这个X24H道 呃 为这个呃 所谓的这个最早的这个理论的开拓者啊 那我们基本都遵循那些原则啊 包括咱们红利的理念 呃 叫这个先大后小 还有先长什么呀 后短做出不做生 那么其实这个呃 几个字的一个提念呢 也是在H道的基础之上 包括我们呃 国内还有国外都使用了咱们这个红利静态版的软件 那么其实这个软件 基本上最早的就是以X34H道这个理论 作为这个模型和范本去研究啊 去设计的 只要简单的一个介绍啊 呃 他呢 提出来的理论呢 有很多啊 呃 我们有兴趣呢 可以去读一读啊 包括呃 国外的像这个哈密尔洞后来写的这个股市轻语表 包括国内这个呃 祖良老师和冯刚老师呢 写了一本这个技术分析经节与实战 啊 那么在今年的时候这个呃 咱们的冯总也写了股票分析学啊 从入门到精通这么一本书 那基本上他都是对这个道士叶洞的进一步诠释啊 那么其中呃 有一个点啊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最早的他把这个市场呢 就已经分析的很明白 他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数或者是个股 那么他呃 同时存在三种运动啊 那么这三种运动分别是什么的 一个是基本运动啊 第二个是刺激运动 第三个是什么呀 日常波动 呃日常波动呢 就是呃三五天的涨涨跌跌啊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呢 不作为我们研究的什么呀 重点啊 我们一般很少讲着啊 那么但是尤其啊 我们这个广大普通的投资者 可能关注日常波动 更多一些啊 那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那么最早的 到时候提出来 就是日常波动 是不值得我们去观测的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无法预知 第二个是刺激运动啊 那么就在基本运动里面的中期回撤 或者是呃 这个反抽啊 三周到输月 那么基本运动就是大的一个循环啊 他也是市场里面的主要的一种方向性的运动啊 那我们接下来呢 分别把这三个做一个简单的什么呀 这个几讲解啊 第一我们先来看这个基本运动啊 那基本运动 他的是市场的主要的运动趋势啊 是价格的运动的大趋势 就是波峰波谷一次的升价啊 那么当波峰波谷一次上升 我们一般叫牛市啊 一次降低我们叫熊市啊 那么其中基本牛市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投资的风险小 收益回报怎么样大啊 那么下降趋势就反过来 其中我们把这个左半部分 这个叫牛市啊 就闪到这个啊 那么右侧部分的这个叫熊市 当然我这讲的是月线啊 这是月线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熊市 那么在学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尤其要注意啊 那么这个什么叫基本运动呢 我们原来有一些误解 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些误解 就是比如说这个顶底一次是怎么样 抬高的 我们可能就把简单的 这个就归纳为一个什么 基本运动 那么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够标准的 那么在这个原著的道士理论 他说了 就是基本运动是一个循环啊 就是一个牛市 那么后面还要更衣什么呀 熊市啊 整个这一个大的循环啊 那么才叫一个所谓的基本运动啊 所以说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条啊 那么后后面呢 我会把这一条呢 重点的稍微给大家去会讲一下啊 会给大家去讲一下啊 呃第二个呢 就是刺激运动啊 刺激运动呢 就是基本运动中的这个重要回撤啊 他与基本运动的方向是相反的呢 呃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一个股票 他走牛市呢 他不可能从底下一口气涨起来 比如说一个股票经过两年的时间 从三块钱涨到三十对吧 比如说这个三十港币涨到三块钱 三港币涨到三十港币 他他是这样走的 对吧 一个牛再来一什么熊市 一个牛市一个熊市 对吧 那么其中呢 这是小的熊市 当然我们标准的说法不应该叫熊市 我们把这个就叫什么呀 刺激运动啊 就在上升趋势里面的中期回撤 包括这个下降趋势 三十港币 再回到两两港币 那他也不是义务机下跌的呀 他是啊 跌一波段就会抽 那跌一波段再抽 那么一次类推 其中这个中期的反抽啊 那么就处在这一段啊 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这个刺激动 把这个就叫刺激动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呃市场的一个大体上的一个走势啊 这是刺激动啊 呃第三个呢 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日常波动啊 那么日常波动 就日常波动顾名思义啊 就是日常的这种三五天的时间周期 非常短的这种挡挡跌跌啊 这种比较波动频率比较比较小的这种震荡啊 那这种都是归纳为什么呀 日常波动 呃日常波动 我们讲过不值得我们重点去关注啊 那么研究日常波动的投资者一般都喜欢做短线 那我们讲过短线是一件非常累并且赚不了大钱的一个一个一个这么一个投资方法 所以我们尽量要回避这种啊 所以我们一般呃很少去研究这个日常波动啊 呃 我们接着再来给大家去往后去看一看啊 就是一个市场它的一个 走势就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基本动啊 呃市场的节奏它是这么去走的啊 比如说你股票啊 那么这是什么呀 这个就这就是一牛市的啊 再过来来一个什么呀 啊熊市啊 那么基本上熊市就是呃回撤到牛市的百分之啊六七十左右啊 一般位置容易在一半呀三分之一呀三分之二 第三个位置容易结束啊 当然也不一定呢 那么有的这个个股或者指数会把左侧牛市的启动点会给跌落啊 总之呢就是修复掉了牛市的一大半的空间以后 那么基本上我们心里面就明白这个市场啊 那么这一个基本动作就怎么样就就叫结束了啊 呃我们在学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句话啊 这也是在大陆这个私募圈里面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就是他们去调研的一个标的啊 就是所谓选择一只股票操盘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句话就是选择一个股票呢 就是选择已经走完了一个基本运动呢 那么做下一个基本运动的左一半啊 右一半留给普通投资者去做 那么这个普通投资者在大陆呢 是有一个特定的名词的叫散户 呃其中为什么会有这句话诞生呢 就是你学好理论以后呢 其中有这么一句话 大家要把它记住啊 呃就是市场的死规律就是 一个基本运动走完啊 再接着下一个基本运动啊 再到下下个基本运动 永远的循环往复啊 直到这个市场退市为主 那这句话说起来就非常有讲究了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是一牛市 对吧 这个就是一什么呀 熊市啊 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什么呀 基本运动啊 这就完整的一个基本运动 那么其中呢 这个基本运动就走完了 走完以后呢 那么他有一些个征兆啊 那比如说我们这就学了另外的一个市场里面的知识 叫做形态学 就是在趋势转折的时候 总是会伴随着一些形态啊 比如说这个位置有横盘呢 就是箱底整理对吧 包括了一个双底啊 头肩底啊 圆弧底等等等等啊 就说他有一些征兆 一个是调到了大半啊 一个是他有一些个体体的征兆 那么接下来这股票啊 那么就是说走这个 这个第一个基本运动就结束了 这才叫一个完整的一个单位的什么样 基本运动 那么接下来这股票会怎么走呢 我们前面说过一句话 就是一个走完了 再接着下一个 所以呢 就是说他一定会先走什么呀 牛市啊 但涨了很难时间呢 他又走什么呀 形势 这就是第二个 这就是第二个 那走完以后呢 在这有一些个征兆 那你就知道 他接下来应该走第几个呢 接下来应该走第三个 对吧 比如说这就是牛市 对吧 然后涨很高以后呢 那再走什么呀 形势就是一次类推啊 那么按照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思目的一句话 就是说 要选择一个已经走完了一个什么呀 基本运动 做下一个基本运动的什么呀 左一半 右一半留给这个普通投资者去做 那么其中这就很明显了 对吧 那我们去选股票的时候 就说非常有一个好的位置啊 那么就应该处在我画圈的这些位置 那么这些位置就符合我刚才 讲的这种预期啊 就是一个走完了 接着下一个啊 那么就说 我们去选择在这个两个基本运动交界循环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买完选完这个股票 它的特点就非常明显了啊 第一个呢 就是 但是嗯接下来再有这种系统性的下跌的概率可能就相对来说怎么样低一些了 而且将来长的这个空间还怎么样还大啊将来长的空间还大 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股票呢就从这位置去跟踪是最好的啊 呃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选股票的思路啊 大家可以去多去关注啊 那包括呃指数呀 包括个股呀 大家把一个图形的先去 比较广的多的这个年份这个去扩出来 然后呢通过眼睛 我们可以宏观的就非常清楚的能看到这种轴廓 那所以我们就要选到这个位置啊 呃好了 这是我们简单的画了一下 那么最底的设计图呢 就这样啊比如一个股票的就就就走了 这牛这是熊这是一个底部形态对吧 这第一个这是第二个 那么这是第几个的第三个啊 那么大家还要注意就是在这个位置买完以后呢 呃死抱不动啊 你就我我买完我就不动了 对吧 那么这个呢方法不是很可取啊 毕竟是有一定的啊 风险的 而且即便涨了 你可能就容易坐电梯啊 那么究竟怎么去做呢 其实最实际的是我们去打波段 无论是国内大陆的 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 还是这个香港的 就是我们港股包括马股 其实最适合我们普通投资者做的 我觉得还是打波段啊 那么既然是打波段 那么他你要明白他市场的轮廓啊 那么像这个我们刚才画的 他属于基本运动啊 那么怎么打波段呢 你要明白一个一个一个框架 就是在基本运动的循环里面呢 他总是有一些中期的回撤或者是中期的什么呀 反抽啊 那么这个就构成了我们做波段的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在图上面跟大家去标识一下呢 就就这个系的线啊 系的线 就说在上涨的途中啊 那么他也有中期的什么呀 回撤啊 那么在下降趋势里面也有中期的什么呀 反抽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一种思路啊 讲的一种思路 呃 其中呢 这个中期里面还会套一什么呀 小的啊 在这里面我们就不画了啊 因为我们刚才给大家去讲过了 就是说这个市场啊 在这个中期大的里面套中期的 我们可以去研究做波段 但是中的里面又套小的 那我们如果去研究系的话 我们就容易这个开始关注这个所谓的日常波动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讲过这个东西 那少去关注或者说不去关注啊 呃 这个呢 是市场里边的一个啊 走势图啊 走势图 这是我们选的这个零零七零九 就是佐丹奴国际啊 呃 当然这个是月线啊 这个是月线 就是你你你你看一两根肯定是看不明白的 当你把这个整个 n多年的这个周期 给他这个扩出来以后 我们就看的很明白啊 那么像这个佐丹奴国际呢 就是从有了这个股票以后啊 那么先是走一波大的什么牛市啊 这是这个是月线啊 这个月线 然后再走什么呀 熊市这这就是第一个对吧 那么这就是第几个呢 啊 这就是第二个 那么这就是走第几个呢 啊 这就是走第三个啊 这就是第三个 那么这个股票随着这种震荡 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底部的形态以后 那么将来就会走第四个啊 基本动啊 那么一次类推他就会这样去走 呃 我们用一个图给大家去标识一下 就这条黄色的线 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第二个 就红色的 这是第几个雄环呢 紫色的叫第三个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随着第三个 呃 又一半调整的逐渐结束啊 那么我们就要找机会去做他的 第四个啊 第四个 那么做到第四个一定是左一半啊 啊 又一半我们要放弃 又一半就赶上下降趋势啊 除非我们是做空的 否则我们是没法去做的啊 那么其中这样就看得很明白 那我们去做一只股票的时候 按照道士定论来说 那么最绝佳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附近 对吧 最绝佳的位置在这附近 那么就是风险小将来涨的空间怎么样 大 这是我们讲这个左南东国际啊 我们再来举一个案例啊 呃 这个呢是510 就是这个协程工程有限公司啊 这个呢是周线啊 这个是周线 呃 也看得非常清楚啊 你看这个市场呢 他走的非常有节奏有规律 对吧 首先呢 就是说来一个牛市 来一熊市 这就第一个啊 那么接下来这是第几个呢 第二个啊 这是第几个呢 第三个啊 那么这是第几个呢 这第四个 现在这股票正在底位置横盘 那我们需要等待他一个确认啊 总之呢 我们从幅度上面啊 就是空间上面 还是从这个时间上面来讲 那么这种股票 将来都寓意着可能是比较大的这种机会啊 那么将来的很有可能怎么去走呢 比如说 当我们去发现了一些 更尊位的 买点出现以后 他可能就会这样去走啊 然后走完以后呢 再往哪走呢 往下走 那我们去埋伏的位置 就是在这附近啊 就在这附近 这是我们做一只股票 选一只标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啊 这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那么很多的投资者呢 可能在这些位置 不会去重点去关注 可能是已经一个牛市已经怎么样启动了 甚至涨了很多 最后甚至都开始加速上涨 我们可能就就就受不了 就进去了 去参与这个股票 那么这股票如果这个运气好的话 将来还会就是惯性的去上涨啊 上涨 但基本上我们只能去赚小钱 而且风险还很大 那么将来很有可能就一路往哪走呢 就往下走 将来很有可能就往下走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形成工程有限公司啊 就给大家去举些例子 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基本用动的什么呀 循环事业图 好了 那我们接着再给大家去往后去看啊 接着再往后去看 那么在我们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手段啊 其中呢 比如说我们去谈趋势谈趋势 那么顾名思义跟趋势有关系的指标 我们第一个应该能想到的 就是这个咱们红利软件的趋势王 这个指标呢 它主要是用来判断趋势 当然我说了啊 这种趋势呢 它有长的也有什么呀 短的啊 它都不一样啊 它都不一样 那我们根据这个 红利的这种理念啊 就是说先长后短啊 先大后小啊 坐树不坐深 那么一定是先看周期较长的 然后再看这个中期比较什么呀 短的啊 那我们要去看这两个周期啊 就是合起来一块去看 呃 大家能注意呢 就是说这个趋势王啊 颜色呢 一般有两种啊 有两种 第一种呢 我们讲过叫红的啊 第二种就是什么呀 绿的 当然了这个主线呢 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把它叫成红的 我们把主线叫做什么呀 紫色的 那么我们就将起来加起来相当于是三种颜色啊 加起来相当于是三种颜色 总之是都可以的啊 那我们接下来呢 那就重点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指标 它的一个使用啊 因为今天的按照这个要求啊 就是说我们不讲组合啊 呃 只能就讲这一个指标 所以说呢 我们就稍微讲慢一点 呃 调用的时候呢 是在打开这个软件啊 这是他整个的一个咱们软件的界面啊 呃 然后呢 先是在k 线上面啊 我们点这个网啊 网 网里面的其中有个八大天王啊 咱们在这个八大天王里边呢 呃 在他的第一个啊 八大天王里面的排行老大 第一个天王就是什么呢 叫驱使王啊 我们收拾都戳一下 这个指标就掉出来了 呃 这个指指标呢 就是很有意思了啊 因为我原来呢 就看股票的时候 尤其我们亚洲这个为主啊 基本就是看呃 所谓的阴线和什么阳线啊 那么在大陆地区呢 是阳线是上涨的啊 绿色的阴线是下跌的 那么在呃 像新加坡呀 马来西亚或者香港的时候 我们海外的网员可能就反过来了 那么在只看k 线的时候呢 对于我们来说 很容易形成一些过多的什么干涨啊 比如说你这 今天是涨了 明天一红 那么又跌了 后天呢 呃 又又又绿了 又涨了 那么大后天又绿了 这样每天面对这种红红绿绿的这种波动啊 价格其实就是 一个市场的真实反应啊 那么他的优点就是真实反应 但缺点他也是非常致命的 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呢 这个非常容易影响我们的情绪 从而左右我们的决策啊 那么趋势王他的好处在哪呢 就是首先他要把这些个市场的啊 这种不关键的 不重要的这种涨涨跌跌啊 这种所谓的阴线和阳线 首先要给过滤掉啊 就是要屏蔽掉啊 就我通过这个指标啊 那么红色和什么绿色 那么他就有一种持续性啊 一种方向性 这就是趋势最原始的大力 就为什么叫趋势呢 我们讲过叫趋向啊 趋同 它保持一种力道 会持续一段时间啊 持续一个方向 那么看K线的时候呢 那么这种的涨涨跌跌 它对我们是一种干扰啊 当我们在西方人这个著作里面呢 把这个叫做对我们无关紧要的噪音 我们怎么去规避掉这个噪音呢 我们首先呢 最简单的手段就是看趋势王的红色和什么呀 绿色啊 那么比如我给大家去举个例子啊 我们比如说看周线或者是什么呀 越线啊 那么大家能够看到呢 在整个的这个上涨的途中对吧 这是一个下跌 这是一个什么上涨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下跌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发现啊 首先呢 这位这K线是红的 就是跌了 绿色的就是怎么样 涨了 又跌了 呃 又涨了又跌了又涨了 这很麻烦啊 那包括在这个上升趋势里边啊 他也不是一番分手的连续创新高啊 那么他在这位置呃 收完了这个涨的K线啊 所谓的这个阴线 那么紧接着第二天就来一什么呀 呃 红的 那么就是下跌的K线 那如果我们只看K线的话呢 可容易在这位置就 产生这种畏惧 对吧 可能就没有决策啊 那么第一位置呢 你可能就就就就就就洗掉了啊 高位置呢 我们可能就被又多给又进去了啊 那么通过这个趋势网指标 大家发现呢 他别管是K线是红的还是绿的 那么他之所以绿 他会保持一段时间的持续性 那么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把这个正常的真实的阳线或者阴线就这种 计价格的这种K线 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所形成的一种干扰啊 就给排除了 所以呢 这是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喜欢用趋势网的重要一个原因 就我们就少看了一些噪音啊 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第一条 就是趋势网 我们他的一个什么呀一个作用啊 去网他的一个作用 就他能很好的把我们市场里面的一些干扰啊给他去过滤掉啊屏蔽掉啊 所以说呢 这是首先是这个柱体啊 首先是个柱体 那么谈完柱体以后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还有很多啊比如说第一个那么我们讲过这里面有非常明显的两个粗线呃在这个位置呢叫绿线呢 那么这个右侧这一段时间的持续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什么子线啊 那么作为这个柱体啊就是红了绿了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围绕这两条柱主线就是一红一一紫一绿来回上下怎么样去波动啊 呃他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股票就是所谓的柱体在这个主线以下啊 那么基本上主线都是以什么为主呢 绿色为主 那么这个我们就宣告代表是 下降趋势啊 那么当转成上升趋势的时候呢 那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柱体在这个子就主线子线以上 那么这一般通常我们说是上升趋势啊上升趋势 呃比如说这个位置主线的由绿色在这个位置变成什么呀紫色 那说明趋势转折怎么样 下上那趋势原来是下降的 那么未来呢就变成什么呀上升趋势啊 那么其中的这个柱体啊 比如说这是绿的这是什么呀红的啊 这是红的 那么柱体呢有红啊变绿 也有绿变什么呀红啊 那么这个柱体呢 他就一般我们讲的不能代表趋势了啊 或者说他代表的趋势的级别非常怎么样 少非常小 那么他一般的含义就是代表一个股票阶段性的波段的转折 所以我们讲在趋势向好的时候再去做波段啊 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这句话就是从这个指标开始的啊 就在趋势向好比如说是紫色线 那么就代表趋势向上 那么其中的这位置呢 柱体每一次的翻红意味着我们非常好的什么呀 买入机会买入时机 那就是在趋势向好的前提之下 然后去做波段 怎么去做波段呢 就是柱体绿变红代表波段向上啊 那么当这个位置你看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柱体呢 由红变成什么呀绿 那么接下来就走什么波段呢 就只走一个下降的波段 这个波段是下跌的 这个波段是下跌的 这是最简单的这个构成啊 还有就是我们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中间啊 在柱体和这个主线之间的有一个过渡啊 那为什么有这个过渡呢 非常简单啊 比如说在比如说在这位置啊 那么真正的趋势变好 主线是在这 那这就绿变子啊 代表趋势想上 那么因为我们讲过这个次径动物 他为什么会走呢 就是离这个主线的关联率大了 就会怎么样回归 那比如说呢 在这个位置高位置 大家发现呢 斩段时间回来了 斩段时间怎么样吸回来了 那为什么呢 就说柱体离这个主线的距离过远呢 那就回归率都回叫回归啊 就是他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关联率就要大啊 那么当然这是自上而下的回归 那么还有一种回归是自下什么呀 而上啊 就是说从下面这个柱体离这个主线远了以后 也要怎么样回归 那我们具体去做的时候呢 那那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当我们主线变红的时候 甚至柱体变红的时候 可能买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怎么样 晚一些啊 我们卖点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大家发现呢 就说走到这 那大家发现虽然主线仍然是绿的啊 那么但是柱体已经变成什么呀 这个红色啊 那么实际上是方向是没有变的 那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 这个方向很有可能就变了呢 就是柱体跟这个主线之间有一个过渡 那么这个过渡就是六条的虚线 我们把这个叫呃 这个所谓的静态软件里边的什么呀 这个呃 虚拟的叫做这个预测啊 叫做预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柱体翻红的这个时候 那么浮现我们讲过一共的六种啊 六六根浮现 当四根左右的浮现这个这个浮现呢 都已经改变了颜色啊 那么说明这个虚实很有可能就怎么样 就确立了啊 就像在这位置呢 你看就是一二三四五这几呢六啊 那么一共六条线呢 虽然主线啊 这位置仍然是绿的 但这个浮现呢 已经全都变成什么颜色呢 这个紫色啊 那么随着将来股价的继续摸高 我们讲过这个主线啊 也会有绿 然后变成什么呀 紫色啊 主线由绿变成紫色啊 呃 具体的去用的时候呢 就非常简单了啊 红绿柱代表波段的转折啊 那么这个红绿线呢 或者是这个后来后来后来演员演化成紫线 这个我们都叫主线呢 当主线是绿色的时候 代表中长期趋势怎么样想象 当这个主线变成紫色的时候 代表中长期的方向怎么样想上 啊 代表中长期方向想上 那么主体呢 呃 红翻绿代表波段想上转折 那么当 这个 不红翻绿代表波段想下转折 那么绿翻红代表 波段想上转折啊 那么中间的浮线代表什么意思呢 来大体上的提前告诉我们 就是一个股票在方向转折的时候 他给我们提前提供了一些线索啊 当一个股票啊 用红色变成绿色 你也看见六条浮线的基本全绿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虽然主线可能还是紫色的 但实际上 这股票很有可能要结束原来的什么上升趋势 要改正什么下降趋势 改正下降趋势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指标简单的一个介绍 简单的一个介绍 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去简单的打开软件来看一看啊 像像像这个股票呢 我们看的是月线了啊月线了啊 我们日线也一样周线的也一样 我们就先看大家看看月线啊 我们找一些年代比较 稍微久一点的一些股票来看啊 久一点的股票 因为新股呢 刚上来我们这个还不具备这个太多的什么 这个这个说服力啊说明性 大家就发现呢像这种股票呢 近期跌的很惨啊 那为什么惨呢 大家能够看得很明白就是其中这个主线啊 一直都是往哪走的呢 一直都是往下走的啊 你看这个像不像一只特别漂亮的凤凰啊 就说这是他的这个视网尾巴啊 这是他的头啊 那么就说他整个主线的都是呃绿的啊绿的 那么虽然这个辅助的这个红绿柱有绿变身来红 但他的利用空间非常怎么样小非常小 所以我们讲过这个呃 尤其是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 包括香港的股票 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股票的方向 那包括这个指数的方向还有你个股的方向 就是尽量把它打到大级别 像这个周线呢 像这个月线呢等等等等啊 就是说当周线和月线都是绿的的时候 那么这股票想都不用想 那么根据咱们的理念啊就是先大后小 先长后短做数不做深啊 那这个代表的方向整个就是想哪了想下啊 我们就尽量不能去做尽量不能去做 呃我们再反过来讲啊反过来讲 那么当一个股票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周线给大家来的表示一下啊 我们像绿股票呢 就能看得非常清楚了 其实我们买软件呢 就是大道质解那什么叫大道质解呢 就是大家发现就说这股票从这到这基本上都是以主线啊 包括这个腹线基本都是绿汪汪的一片啊 那么从这位置开始后期就出现了所谓的什么呀 风水里就说主线是红色的啊 那么这个腹线中间也是一什么呀 呃这个紫色为主 那么说明这是什么趋势呀 呃上升趋势啊 呃大陆的股票啊 跟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的股票都不一样啊 呃我们这个大陆的股票基本个股跟指数差不多 那么在呃像新加坡呃包括香港甚至马来西亚的一些股票呢 我也一直在有时候这样子去看一看 虽然我不吵啊 但是看一看的道理都一样 就是他走的风化非常严重啊 那么有的股票都跌成一两分几分一两毛啊 那么有的股票可能能涨到几十几百 就股价有的特高有的非常低啊 就是贫富差距特别大啊 有的股票指数可能是涨的 那么其他股票是涨的 但是这些股票呢 就没完没了的一直在怎么样下跌啊 那我们这样就注定了我们在做这些股票的时候呢 就是有的时候要亲大难重生下个股 那么选择什么样的股票去做啊 紫的主线是紫的千万尽量少做这个紫线是什么呀 绿制的时候 我们想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就什么趋势呢 下降趋势 其实这个赚钱是非常怎么样 非常难的像这种股票 你看这原来呢 这个位置就可以做 从这就开始一路怎么样 一路就不能做啊 一路就不能做了 我们要找那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能做的啊 呃就是说尽量是走这个出紫线 那如果你的股票没有走紫线 你尽量不要去碰 你要想这这这种位置 你碰碰其实意义不大 那这意义也不大啊 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哎 就说这个主线的呃 由这个呃 呃绿色变成什么紫色啊 像这种的我们是可以去呃 关注的啊 可以去关注的 那么这样一来选股票其实就非常容易了 我们就要选择那个是紫线的股票去做啊 只有这样的股票才是上升趋势啊 所以呢 这是我们首先跟大家去讲的就是这个 关于主线啊 还有主线的大致上都怎么一个情况 呃具体的买卖点呢 就非常简单了啊 比如说你看这啊 呃绿的啊 那么这一天呢 呃突然间的发现这个趋势王呢 就由绿色变成是红色 那我们这就是一什么买点 买完以后呢 呃只要一直是红色的 我们一直就怎么样啊 呃吃股票啊 那么直到有一天绿色再变成红色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啊 接回来再绿的再卖 再红的怎么样啊 再买就是一次类推啊 第一个呢是有明确的买点 第二个是有标准的吃股方法 第三个也有清晰的卖出思路 虽然这个指标 它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 这是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啊 呃接下来呢 李老师跟大家去介绍 呃几种呃比较常见的啊 也是我自己本人啊 经常去用的一些方法 呃第一个方法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了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指标啊 呃先不要说在哪买在哪卖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股票能不能做啊 能不能操作 那么刚才也说了啊 就说一定要做这个主线是什么颜色的 紫色的呃是尽量不要 甚至是尽量不做甚至是不做这个主线 一路是什么颜色的呢 绿色的除非你是可以做空的啊 你若不能做空的话 像这种股票是没法去做的 我们一定要做这个主线 在比较长的时间啊 主线一定是什么颜色的紫色的 那么这样一种股票呢 呃这个有时候涨的可能慢 但至少不会升赔 而且呢就是说 这种理念铺完以后呢 一旦涨起来 他可能就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就说了 要选这个主线是粉色的 那就紫色的啊 是关于这个最简单的选股 呃具体的细化的用法 那怎么去用呢 非常简单了啊 就说刚才也说了 就绿翻红的就买 红翻绿的就怎么样 就卖啊 就就不用换股票 盯着那么几个股票 反复的怎么样 去跟踪它就可以了 那当然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啊 我们在实际上用的时候呢 呃它的优点不言而喻 第一我们前面也说过 第一就是帮我们去过滤掉一些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市场的什么噪音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通过我们的分析啊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可以进行怎么样去获利啊 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他非常的简单和什么呀 直观啊 我们美人呢 其实都希望啊 一个东西又简单 而且又实用 那么这个指标他就能达到这一点啊 那么他的缺点有没有呢 是有的啊 那他缺点呢 呃最大的缺点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反复啊 出现反复 呃比如说呢有些位置 你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啊 这位置大家发现的是绿变成什么呀 红色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些买 买完以后紧接着这个股票就怎么样 就就不涨了 反而选择什么呀下跌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肯定就没有赚钱啊 甚至是赔一点什么呀 小钱啊 但是我一定要输了啊 就我们呢 这个做股票的时候不要在乎而已 这个三头 呃两股的都得去抓啊 就我们没毛骨一把抓啊 我们总体上的理念就是以做这个波段为主 所以说呢我们面对这种日常波动的标区在啊 我们即便在这买了买错了 那么可能就说上那了 但是我们这一次买的及时在这附近就把它怎么样啊 就出来了啊 也可能是获利了结 也可能是什么呀 直死啊 总之这个位置压的非常怎么样 这个低压的非常低啊 那么压的低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去啊 踩这种点进行去交易啊 进行去交易 呃 那么其中有这么几个用法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前面说了就是说一共三个一个是主线啊 一个是辅线 还有一个是呃方块就是红和绿的 当这个呃线啊 这个辅线啊 主线辅线还有方块是自上而下排列的 就是中途白列 这也是我们叫下降趋势 我们不做或者怎么样少做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虽然呢 呃当方块呢在这些位置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呀 这个红色啊红色 我就是绿番红 我们就可以去买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买的时候要注意事项 第一是仓位一定要压的怎么样 轻 第二不要有过多的这个呃 过多的这个不切实际的赚钱的期望啊 呃能赚一点是一点 当这位置赚不了的时候呢 翻略了即使我们要怎么样 要按照他的提醒值所要出来啊 这是我们讲的在下降趋势啊 那么当绿线呢由绿变成什么呀 呃紫色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啊 就是方块啊这个辅线还有主线 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排列 我们把这种他叫多头排列啊 那么在多头排列里面的买点呢 呃有这么三个啊有这么三个啊 第一个买点在哪呢 那第一个买点就是呃当原来呢 现在是绿的啊绿的 那么绿完以后呢 我们就简单的先画一下啊 比如说走走走绿的绿的 突然间这一天变成什么呀啊 红色了啊 那么这个原来呢这个我们讲过他这个 筑体啊也是绿的 那么突然间这一天正好就怎么样 就说主线变红的那一瞬间 代表方向变了正好买点也怎么样 也出现了啊 就说这个方块啊就说这个红绿柱 由绿翻什么呀红啊 并且主线呢由绿翻 那说明方向刚好形成啊 而且买点的波段也出现了 并且啊这个价格啊 尽量要占到这个主线上面上翻 呃这个时候是最佳的一个买点啊 这是我最佳的一个买点 这个大家有把它记下来 等我们会举例子跟大家去讲啊 这是最佳一个买点 那么当买完以后呢 这股票可能就多数排列这样去走了 那么下面这都是面色的红色的啊 那么第二个好的买点在哪呢 第二个好的买点就是随着这个 股票的一路怎么样啊 这个上涨啊 那么阶段性的这个波段涨高以后 我们前面说了 乖率大了一定会怎么样回归 所以说这附近会翻绿 翻绿以后呢 那我们就把这一波段要止盈啊 止盈满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等下一次机会 那么走到这个位置 当回彩到这个主线附近的时候呢 哎主线仍然是红色的代表方向没变 那么这个时候呢哎突然间呢 就是说再由这个铸体啊 由绿变什么呀 红啊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呀 买点啊 这是第二个买点啊 这叫灰彩啊 这就是第二个好的买点 第三个买点呢 呃他是这么去说的啊 就比如说这位置 涨高了以后那么灌率大了肯定要怎么样 要回归啊回归 那么回归到这附近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主线仍然是红的 那么随着这个波段下跌啊 可能主线带的就略微有点怎么样 翻绿了 那么翻绿完了以后呢 这个铸体就可能走到这来了 对吧 哎就在这附近突然间怎么样 哎这一天呢 又怎么样 这个铸体翻红了 并且呢 主线再由绿色变成什么呀 这个所谓的这个红色啊 那么这也是一个好的什么呀 买点 那么其实这个买点呀 跟第一个买点有类似之处 当然我们要为什么在这分开去讲呢 因为这个位置啊是 趋势就几天的时间走坏了 那为什么因为这个 这一次的中期回撤可能打的力度有点大啊 那么把这个主线的方向给带绿了 那么当然这个买点跟第一买点差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像这个方向的可能是左色长期这样怎么样 绿下来的这个可能就几天啊 这是第三个买点 剩下一个买点呢 那么需要大家酌情去考虑啊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一个股票呢随着上涨涨涨涨 那这回调了 这位置是变成什么呀 绿色了 就没有踩到这个线上面 刚没几天又怎么样翻红了 那么这个买点大家要酌情考虑 因为它毕竟这个回踩的位置呢 不够这个深啊 不够到位 所以说呢买的时候呢 那么自然风险它就可能就大一些啊 所以说大家要酌情考虑啊 那我们就来给大家去简单的举个例子啊 你说呢就在上升趋势里边啊 那么其中呢我们把这个叫做A 对吧 这个叫做什么呀 B啊 这个就叫做什么呀 C 这个叫做什么呀 D啊 大家把它四点呢 如果现在您做到电脑跟前呢 你就迅速用手机拍一张照 拍一张照 拍一张照 拍完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第一个啊 那么大家注意呢 在这个位置看着啊 紫线呢 变成绿子了 那么随着回调变成绿子了 哎 刚变成绿子 立马变成什么呀 紫的 并且这个时候柱体怎么样 也翻红 刚站在这个主线以上 那这个点呢肯定不是A A是长期的绿线过来的 这个是长期的子线啊 绿的 那么D呢也不是啊 那么这个 他这个应该属于哪一个呢 B也不是 这应该属于什么呀 C 这个也属于什么呀 C 这个呢还属于啊 C 还属于C 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总理上还是方向向上 变成这个子线 只不过是这个位置正好就怎么样 就随着回撤啊 方向略微的带上绿了 那么其中在高位置 大家注意啊 这个回调了 离这个线还是很远啊 很远很远就翻红了 所以你看这个点呢 我们其实定于D点啊 定于D点 那么A点和B点呢 这这个这张图上面是没有的啊 这张图上面是没有的 我们等会大家去找一找啊 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再看下一只股票 我们来举一些案例 我们分别来识别一下啊 那么其中呢像在这个位置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位置就我们俗称的A点啊 A点就是那个主线长期是什么呀 绿色的啊 那么突然间哎翻红了 主线呢也怎么样翻红了 这就代表这个方向和波段同时转折啊 这是一个共振 当然这里面呢 稍微有点不完美在哪呢 就是当这一天翻红的时候 他没有站在主线以上 那最好是站在什么呀 主线以上 那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A点 当然这个是可以的啊 这也可以 那么大家发现后来他就有百分之好几十的上涨 那么像这个点呢 他就属于这个C点了 B点都不是 这属于C点 因为毕竟是主线翻过什么呀 绿色啊 那么这个位置 突然间啊 转动向上 所以说呢我们就 看的非常怎么样 清楚了啊 非常清楚 这个是什么呀D啊 我们就着手从这几个点下手啊 那么A点呢是最好的啊 过来是B 过来是什么C 最后才是什么呀D 我们一般尽量做这个A点啊 B点啊 或者是什么C点 像这个高位置的这个 没有彩盘 彩到位的这个点呢 我们就尽量啊 这个少做尽量少做 或者说不做也可以 这是保卫控股啊 00024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和谐海峡金融集团 嗯 那么这个点呢 大家注意呢 就说一个是这啊 这就是A 对吧 不是一个完美的A 它也是个A 红绿翻红啊 那么主线呢 也变成什么颜色呢 红色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细节啊 你啊 呃 虽然这个位置绿翻红呢 就是说没有筑体啊 没有在主线以上 但是他呃 这个主线是已经变成什么样紫色的 而且你注意啊 像这个虚线啊 就是浮现啊 就是虚线 全都已经是紫色紫色的 你看这个位置就一波段的明显的上涨 嗯 那么像这个位置呢 它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C点了啊 C点了 就是B点是什么意思 就B点呢 就是说筑体是绿的变红了 但是浮现一直要是什么呀 红色的 但这个呢 呃 主线呢 在这短时间之内 短时间的由 红变什么呀 呃 这个紫变绿过啊 所以说我们只能把它定义什么呀 这个C点啊 他还不能叫B点 他还不能叫B点 所以呢 这是两个非常好的买点 你想想这个位置就回彩的 就不是很到位了 呃 有的时候啊 那也能长 但是我们尽量啊 呃 反正我自己啊 一般做这个点还是比较少的 做这个点是比较少的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 呃 这个呢 是也是A点啊 这就是标准的A点啊 那么就是在这一天呢 翻红 对吧 呃 主线呢 也有一个什么呀 绿变子啊 那么这 这个0066有百分之好几十的这个上涨 呃 我们来看这个股票啊 那么像这个股票呢 呃 这个是绿翻红啊 这就是 这个 C点了 对吧 C点了啊 这个也是什么呀 C点呢 像这个高位置的都是什么呀 都是D点了 所以说你看 这个D点肯定不如什么呀 C点啊 D点肯定不如C点 基本就这么一个用啊 所以我们讲最理想的在这 呃 这个位置也行啊 也还成 那么这个点呢 那就有点难过了 涨的 当然大家要明白 就说我们用这个工具 它的一个最大的作用 你先不要讲的去获利啊 就是至少我们 哪怕我们做错 至少我们不赔钱啊 你比如说像在这位置他 他他是翻绿了啊 那翻红了 我们在这买了 买完以后是没涨呀 但是我在这附近就把它怎么样 卖掉了 这样就保证我把这个本金就保住了 我把锁丝降到了最低 这也是软件 为什么 就说工具它为什么好呢 那工具好 它第一个是能帮助我们去获利 但是你得踩对这些点 对吧 踩这些点呢 跟技术关系啊 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 跟你这一次的用起成分有关系 那么即便我们像这位置踩错了 我们买了买了 我们随时就把它怎么样 就处理掉了 所以说这个工具的作用 就第一个是赚钱 这样就是我们少赔钱啊 就是能保住本金 那么像这个点呢 你你你你就失误还长了几点 像这个点呢就 刚一卖就怎么样 就就翻捋了 那你还得及时把它卖掉 所以呢这是我们 讲的几个点啊 讲的几个点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平时使用这种功夫啊 要多去练啊 我们就觉得很简单了 因为我们呃 作为老师给人讲了就很多遍 加上自己也用了很多年啊 呃 那么对这种 利用我们也很很凶有成熟 对啊 对于这种失误呢 我们也呃 很不在乎很不以为然 因为这个东西很正常啊 很正常我们即时处理掉就行 呃 再最后看一个啊 就是这个中盛集团 那么中盛集团呢 呃 也一样啊 那么这个点呢 有这么几个啊 看这啊 呃 第一个大家注意呢 这是属于a啊 这就属于这个a啊 a 那么这个就属于什么啊 b了啊 呃 涨了一周 呃 一撤到这个网里边 呃 呃 就调的比较到 因为没怎么涨吧 所以他调的就浅吧 这一翻红啊 这就属于什么 b点啊 主线呢 还是粉的啊 主线不能变成绿的 这就是b点啊 那么像这个呢 就属于这个 c点了啊 这个也属于什么呀 c点了 你比如说这个位置突然间呢 呃 比如说接下来再来一什么呀 红色的那这就属于d点 对吧 d点了 所以我们讲过这个 这叫abc啊 这是什么呀 d啊 呃都行 那都行啊 就是你做哪个都可以 总之呢 后期我们看到 呃 都有这种非常理想的这种什么呀 这种波段啊 理想的这种波段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呃 那么像这个a股啊 他每天最后涨10% 那么像呃 涨股也好像新加坡马来西亚 他有的可能一天的幅度就非常大 对吧 所以我们几根其实就解决解决任务了 就解决战斗了 一年我们做那么几把我们就解决战斗 啊 那么有时候跟的会非常多 有的时候可能利润会怎么样 小一些 这种东西呢 不是技术能定的 他可能跟用气啊 什么东西他都有关系 对吧 呃 这是我们学的这个啊 这是我们学的这个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 李老师再给大家去展示一下一个选股票 选股票 呃 我们平时就是跟自己的股票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股票 那我们怎么去选呢 呃 就非常简单了 哎比如我们正好就看见这么一只股票啊 呃 大家注意一下这一只股票呢 呃 这个位置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正好就打开就是他 那么就看看这个啊 你看啊 像这个就是A 对吧 这就是A起来呢 就一波段 呃 再把它卖掉 卖完以后呢 大家注意啊 就说这个位置绿变什么呀 红啊 绿变红 那么绿变红的时候呢 大家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啊 呃下面的这个 呃主线呢 仍然是什么颜色的 仍然是红色的 看得很清楚吧 仍然是红色啊 那么说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买了 那么其实这个是A点 这个就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B点啊 那么他就呃 在这个一段时间吧 他就是两周多的时间吧 他就可能就能达到这个百分之四五十的利用 所以说这是非常可观的啊 非常可观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B点 这就是B点 那么像这股票现在怎么分析呢 现在还很远啊 像在这些位置翻红呢 我们都尽量不做或者少做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主线是什么呀 绿色的啊 主线是绿色的 呃 我们要找那个主线变成什么呀 红色才可以去做啊 所以说我们根据刚才那个先大后小或者先长后短的理念 就是说呃 选一个打到日线或者月线方向向上 就是主线是红的啊 这时候我们再打到呃 日线上面再找这个绿番红的ABCDG就买一点啊 比如像这种股票 你看啊 就是说呃 这个位置起来了 对吧 这个呢是一个反抽 至关绿的大力回归嘛 这属于反弹 我们少做呢 清仿做 走完以后呢 走走走走走 哎大家注意啊 那么这个位置你看啊 上来了 那么上来以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呃 C点啊 就因为主线的已经变成什么呀 绿色了 这就是C点 那也不错啊 几天我们就完成任务了 对吧 几天我们就完成任务了 就非常容易去做啊 像这个股票呢 刚刚在这位置呢 就是符合一个所谓的A点的买一点 没错吧 呃 当然不完美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这个筑体啊 没有走到主线人家上方 最好是要走到上方 那就非常完美了 当然也无所谓啊 就是说都可以去做啊 像这个呢 都都快上来了 对吧 就这么个意思 大家呢要多去练 多去练 大家都去看啊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去展示一下这个选股票啊 打开这个综合研究啊 有一个超级选股平台 超级选股平台 那么超级选股平台里边呢 这是我的就是平时选 什么的就说实验啊 呃 大家可以任意的去调日期啊 那你可以去调呃 今天的或者昨天的或者前天的都可以啊 或者调上周的都可以 大家随意改下日期 呃 我呢这是三个都选了 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还有香港的 我们都选了点这个点股票啊 全正就算了 我们就不炒其他的 我们只做股票啊 周期呢 我们可以任选啊 日线或者是什么 周线 我们一般比如我们就选下日线啊 在日线这打一勾啊 就是你你做哪个国家的股票 你就点哪哪个上面打勾啊 包括这个写日线啊 这有巴大天王啊 巴大天王呢 这里面呃 在第一个呢 呃 他就讲的是什么呀 趋势王 趋势王呢 呃 他里面有四个条件啊 第一个是 柱线绿变红啊 红变绿 还有两个呢 是主线啊 绿变子和 紫变绿 但我们如果你做空的话 那你肯定就要选了一个 呃 柱线红变绿啊 这个 主线的紫变绿 对吧 但我们呢 一般都喜欢做多啊 所以我们就柱线 绿变红啊 主线的绿变子啊 呃 如果说你啊 就说 这里面要注意啊 如果你呢 就只选这个什么呀 这个呃 柱线绿变红啊 就我我只想选一个柱线绿变红啊 那么也行 那么这样你选 比如说你选了三十只股票啊 你选完以后挨个去翻着看 那么在这个柱线绿变红里面呢 比如说有三十只你打开看 如果呢三十只里面有其中的有五只啊 你发现下面是主线也是什么呀 红的啊 一直就红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前面有这个绿色的柱体 这变成什么呀 红色的 那么这个就非常好了 有可能是B点 也有可能是B点 也有可能是什么呀 C点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都有可能啊 都有可能 你要挨个子去过滤 当然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个标准 就是主线是红的 当然有一个经验是什么呢 我们在选的时候呢 选柱线 李老师我想选一个本来就是主线的啊 红子的 并且呢我要 让他绿主主体绿变弧 那怎么去选呢 非常简单啊 就是你你在下面这有一个波段网啊 或者说是多空网啊 或者说是强弱网 就说你你点一个强于大盘啊 强大盘就是你的个股强于你的指数 这种一般就是主线一般都是这个所谓的 是紫色的啊 这个也可以用均线的幅度啊去做啊 这个都无所谓 或者说你就选完你挨个去选 挨个去翻着去对比啊 嗯 还有一种选股票的逻辑就是在这啊 比如说呢 那你如果说我想选一个选A点的啊 选一点那A点怎么选呢 就说呃原来呢 是是绿大绿的这一点呢 突然间就变成什么的红的了 对吧 原来呢这个底下的股价呢 也是绿色柱体啊 突然间这一点刚刚怎么样 这个也怎么样翻红了啊 也翻红了啊 呃就是主线呢 刚刚绿变紫啊 柱体呢刚绿变什么呀 红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你要设两条了 就是柱线绿变红 还有一个主线什么呀 绿变紫啊 那么就说你选完相当于这一天 刚刚主线绿变紫 柱线呢也是绿变红 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就是A点 当然也有可能是哪个点呢 就我们讲的后面那个点啊 比如说什么意思 你看啊 这是红色的对吧 那么这个股价呢 就一路可能走走走走走走 哎 那么这个股价就开始调了 对吧 哎 这又变成什么呀 绿的了 哎 这一天呢 变成红的了主线 哎 这一天呢 这个重新的就 哎 我们用红色表示 看懂了吗 是不是就重新就这样走了吧 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C点啊 就C点就是随着回处啊 次运路的走调整 就是说主线呢 呃带着翻绿了 但是他时间很短啊 那这个呢 相当于也有可能是C点啊 也有可能是C点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选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B点啊 B点呢就是很很很简单了吧 就是说 呃主线是红的啊 那么这是绿的啊 不是这这这柱线的也是红的啊 对吧 然后呢后期就走走走走走绿了 哎 这位置又变成什么呀 红的 那么这个怎么选呢 这个就是你直接就选哪个 呃 柱体啊 绿变红啊 要选完30以后 哎 个去翻着看一下 看这个股票是不是在前期到一直到现在 这个组线一直是红的啊 并且呢 这个回踩到比较非常舒服的位置 啊 那么如果是这个位置的话 那我们就 呃 可以正好去去去处理的去做 啊 正好就处理去做了 所以呢 这就是ABCD四个点啊 呃 柱线围绕这个主线上下波动啊 那么通过浮现的红绿多少我们来预判 趋势是否有可能转折 呃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ABCD四个点找买买点啊 A点呢 和B点C点重点去做啊 D点呢 少做或者不做 再就是在下降趋势里面啊 呃 柱线是绿的呢 我们就呃 也有这个所谓的柱柱体会翻 那么这种股票我们就 呃 尽量不做啊 或者说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少做仓位 而且一定要怎么样 轻 不能有过多的这个 赚钱的获利空间的什么呀 呃 期望啊 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毕竟是强反弹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讲的这么多啊 呃 非常呃 好用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点开这个周线 比如说我们经常去看股票 比如说假如说我现在要是朝这个 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某一支股票 我一定是大家先翻一翻啊 用借助指标去选股票 那可能就选的 比如说我们点开周线呢 我就先不说日线了 就说 只要像这种绿莹莹的一片 我肯定是不会去做的 啊 那我肯定是会选一个 这个方向是怎么样 比如说想上是红色的 只有这种的股票 它是活跃的 它是想上的 我才考虑怎么样去做 那你比如说 像这这样一只股票 那你说 对吧 那你说这个股票 这一段时间 那肯定就没法做 对吧 那这一段时间你怎么做 他怎么赚 啊 因为什么您跟他的方向想上 就我们很客观的就看那个颜色 其实我们花钱买一个工具 钱是一点都不多的 他很便宜 但关键问题在哪呢 就是他 他就这么一个东西 我很实用 啊 你比如说我我就看着很明白 那像像这个位置 你看像这个 是不是有一个点吗 就那个B点的啊 像这个就是D点了 这就是哪 C点了 这是D点了 这个呢 就是那个C点了 对吧 C点就是 主线短期之内绿了啊 那么在这 筑体翻什么呀 红 像这位置 是不是已经涨了三周了吧 这股票是涨三周了吧 那 那么三周了 那你想想我们这 这这这就很容易去赚钱了 对不对啊 我们在 长的找完找中的 中的找完再找什么 短的啊 大家都去研究啊 这是我们今天讲课的这个内容啊 呃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学习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敢讲太深 如果再深的讲的话 他要结合其他的指标了啊 像 你结合六载神龙啊 结合这个 背地王 对吧 包括结合这个强弱王啊 通过与指数的这个走势的对比 我们去选择一些强于指数的股票 都可以去做啊 呃 这是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啊 呃 没有什么难的啊 非常简单啊 呃 难在哪呢 难在不是我们学不会 呃 难在我们学会了以后去用不用啊 难在我们用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按照这个红白绿脉严格的去呀 执行啊 这是我们先换弄片给大家去先啊 讲到这啊 当然了 这个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基础性的内容啊 呃 呃 那么实际上这个方法还可以去选股票啊 啊 因为在这个趋势王里面各种实战组合呀 它有很多的这个细节上的一些丝楼啊 呃 那大家可以打开这个综合研究啊 在超级选股平台里边呢 有一个这个 这个 翻啊 就是所谓的柱体 绿变红啊 呃 打上对沟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主线啊 绿变紫啊 那么这两个都去打对沟以后啊 分别可以对应去选择这个 港武啊 包括这个 呃 马骨还有这个新加坡武器啊 那么选完以后大家要注意啊 那么第一个是趋势王刚刚翻红啊 那么在这个主线呢也是刚刚翻红 那么最优化的就是底是抬的啊 那并且呢这个 这个 柱体第一天翻红的时候也站上了这个主线上啊 啊 并且呢两个都图是变成红色 呃 还有一种选股的思路呢就是在 主线是红的啊 那么绿这个柱体呢在回踩这个主线的途中 离这个主线的特别近的时候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什么呀翻红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股的思路啊 那大家可以去选 呃 本讲呢的主要的目的啊有这么几个啊 呃 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对市场的框架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和认识 呃 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呀 见到老师以后呢都习惯性的去问股票啊 就是自己的股票现在怎么样 那么这个呢涉及到选股票 也涉及到当前我们怎么去分析自己的股票的问题 那么通过本讲的讲解 我希望大家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随意打开一只股票 我们对这个框架啊 就是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啊 那么比如说它处在这个一个基本运动循环的结束区啊 呃 处在一个已经走完了一个牛市啊 那么在这个阶段性的低点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可以做波段的啊 那么有的时候呢它处在一个短线的地步 但它从长期角度来讲 还是从波段的角度来讲 位置都偏高了 那么这个也是不能去做的啊 所以说呢我们要对这个框架一定要明白 所以我也常讲 那么我们做股票的时候就是一个寻宝的过程 寻宝呢必须要知道寻宝的这个路线图啊 那么这个框架啊 那一个基本运动的循环啊 那么它在下降趋势或者在上升趋势伴随了一些刺激运动 在刺激运动里边呢 又伴随着很多的日常波动啊 那我们怎么去找那三个点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呢这是我想讲的 我们要达到的第一个效果 呃第二个讲这一节课的目的是 进一步的帮助我们海外的投资者去强化趋势的盖势 呃 那么我们有很多方法啊 那么很多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大体上啊 都是在宗雄这个趋势的基础之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理论啊 只有理论选好以后 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啊 实战啊 这是我们想达到的第二个效果 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理论 就是去践行这个理论啊 那么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趋势王 仅仅是去实现这个理论的手段之一啊 那么他还有很多的手段 对吧 那么趋势王啊颜色简单 也比较直观啊 那么也是我们广大网员 喜欢用他的原因之一啊 所以说呢我们要多去研究啊 那么他可以跟很多的指标组合 包括可以和呃 强热王组合啊 包括可以和这个呃 呃六彩神龙 包括和这个贝利王都可以去组合使用啊 那么这节课的难点在于什么呢 一个是大家要多去熟悉 就是这个框架啊 所以说大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翻一翻股票 翻一翻世界各国的股票 啊 了解他的框架进一步的抢挂趋势 那么 他的难点 有两个啊 第一个就是怎么去拓展这一样的理论 怎么去延伸啊 怎么去 创造一些实际性的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最主要的 那么虽然简单啊 红的卖绿的卖 看主线和什么呀 主线 再就是看这个主题 难点在于就是执行力 呃 我们呢也在近些年吧 那么这个金融行为学啊 所谓的股市心理学 呃 我们 在重点去研究 那么其实 这个 在按照红买绿卖 看似简单 实际上它是一件 有违背人性的这么一个一个东西 所以说呢 它执行起来难度就是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要多去训练 啊 训练出来这种 按照红买绿卖这种 直觉性的程序化交易的这种 思路啊 啊 这样才能够 用好一个东西啊 才能用好一个东西啊 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啊 啊 那么后后期有机会的话 还会与大家进一步的交流一些 更加实战的方法啊 啊 那么最后也祝愿我们这个 海外的 呃 网友朋友们啊 啊 这个身体健康啊 投资胜利啊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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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